我最后再问一遍 到底生不生 催婚和吵架一样 都是过年的保留节目 我不会啊 您教教我 吴姑 您教教我呗 这 这怎么教我这 教不了 那不会 生不了 哎呀 这大过年的 又是我的生日 吵什么呀 小美 跟奶奶来 奶奶有礼物送给你 嗯 不用 奶奶 小美 快吐了 这是甲鱼汤 啊 怀孕吃的甲鱼会流产的 怀孕的 哎 这我还催啥呀 这下好了 刚好生个小龙 我去告诉你奶奶 姑姑 我跟小美离婚了 胡闹 胡闹 这都怀孕了 还闹什么离婚 你们都知道了 你们太自私了 我也就不替妈瞒着了 她得了二次海默 已经开市旺事了 已经开市旺事了 哎 我这东西呢 奶奶 您找什么呢 之前我这东西就放在这儿了吗 怎么突然不见了呢 哎 是这个吗 这手桌是传家宝 您早给我啦 你瞧我这记性 奶奶忘记了对我的好 但没忘记要对我好 小美 陪奶奶聊会儿天吧 嗯 我也想您了 慢点啊 好 奶奶 嗯 我有一个朋友 她和她一个喜欢了很多年的人结婚了 但是后来发现 婚姻不是爱就能维持 要相爱才能维持 所以他们还是走到了离婚那一步 哟 这女孩啊心里挺苦的 离了也好 苦一阵子总比苦一辈子好吧 那后来呢 在离婚之前 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她怎么想啊 孩子没错啊 一个娃娃怎么都好养活 她本来也想着离婚以后自己养孩子 但我这个朋友虽然没挑对老公 可挑对了家人 老公家的长辈都对她很好 今年有长辈生病了 奶奶 您说我要不要建议她再忍忍 等孩子出生以后 等老人情况稳定些 等万一有转机呢 小美 人活一世 活的是什么呀 不就活的是一个回忆吗 等到了奶奶这个年龄 走不动了 会把所有的记忆全拿出来 回味一下 你的这个朋友 她的长辈 已经有很多精彩的回忆了 可你的这个朋友 她还年轻啊 告诉你这个朋友 不要因为任何人委屈了自己 嗯 我会告诉她的 谢谢奶奶 您休息吧 小美 嗯 你嫁给何全苦了你了 离了就离了吧 嗯 奶奶呀 就是记忆力不好了 又没老糊涂 哎 你可以不要和全 但是不准不要奶奶 嗯 有空啊 常回家看看 奶奶会想你的